好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软件 授权与软件升级 首先再说一遍 就是Paraoto的没有授权 是完全不能玩的 它不像 Feda都有测试版吧 对吧 就完全不用找任何人 其实你都可以做测试 Champon就更可以了 Champon呢 你完全不用找任何人都可以做 我觉得Champon也比较吝啬 14天 做14天的测试 是没问题的 但是最大气的死隔90天 最大气 谁都不用找 直接90天玩去 但是防火墙场的一般都比较吝啬一些 就只剩十几天 最多30天 但是Paraoto是最那个的 就是你不找类伍的人 一般都 你要知道 Paraoto在中国几乎没几个人 我也这么讲 Paraoto在中国几乎没几个人 所以说呢 它普遍反映 像这种小公司 像Paraoto和Champon 他们的售后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售后肯定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所以你要找到那几个人能够给你做授权的 其实比较困难 OK 它完全没有所谓的测试版授权这个说法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一定要去找他们申请 申请的时候呢 大概是这样的 由于这是内部录像 我也不公开 那么其实你就给他这两个ID 我记得是这两个ID 把这两个ID给他 他们就可以在这个云端给你把这个授权做好 然后做好之后呢 做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授权这个位置 在这能够获取授权 前提里是一定要上网的 这你提前没有做授权吗 现获取的 你会怎么样啊 这因为是刚刚恢复的是吧 恢复首长设置了 所以他就放下这个 没问题 你看啊 这我相当于就是我获取的授权 听见吗 这个授权一个月 你看这个都快完了 我就要找他继续再续了 OK 就是说你一定要去 他其实可以给你一个文件 他们现在呢 他们一般来说 就是说你就把你的设备楼上网 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个 你两个ID给他们 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在云端 给你做相应的这个授权 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获取授权 就搞定了 我这个是有授权的 那自然一下就获取就搞定了 对吧 你如果没有授权 真的是啥也做不了 你看看见面行 但是其实没有任何用处 OK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获取授权 当然呢 开始只有这一小部分嘛 然后获取授权之后 这就是授权的信息 然后呢 这些呢就是 你还可以继续处理 OK 比如说手工升级啊等等等等 这是授权的问题 好 然后呢下面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动态升级 这个动态升级这个地方呢 它比较好就是全部都是只要里能上网 那就可以动态升级 可以看可以升级这些 这是相应的应用的库 就是APPID的库 它的威胁库 它的这个病毒库 都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动态 在线升级的 再稍等会儿 你只需要去点这个 去下载 然后去 去激活 就可以了 OK 这是在线的直接升级就可以了 我就不在这儿演示这个 这个东西了 而且还有一个 在Software这个地方 你也能够看到 它最新的版本 现在此时 我们现在用的 就是它最新的 9.0.4这个版本 OK 我们现在用的最新的 这不做这么办 他这个真 这个真是有卡 今天 在这边 动态update 这地方可以在这 你可以直接去升级 它的病毒库 APPID和威胁库 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软件升级这个地方 能看到最新的 它的版本 可以升级 最新版本 就是我现在讲的 9.0.4 暂时应该还没有 最新的更新的版本出来 今天这个 它这个线真是有点卡 这可能是刚刚我打的授权的原因 今天这么费劲 我好像没有他问题的 我们也经常看看吧 然后这个部分玩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简单会接到的账户 管理 先等进去我再看看 好像他现在是有点卡 但其实应该我的服务器应该不存在 它这个其实也消耗不了几个类 消耗不了什么多少资源的 你看这个就OK 病毒这块已经是没啥问题 你可以把它download的 然后把它激活就可以了 我们看这 这个可以 OK 比如你看一下 很简单的 你就把它去点这个 点这个 这个download的 OK 然后其实你就可以install 但是都比较简单 你一看图书画界面就可以 我这是最新的9.0.4 OK 你直接download的 然后再install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同样的这些也是 这些也可以download的 然后再install就OK 这防病毒库 后面我们再加载 在APP APP的和威胁的都可以在这下载 OK 好 那这是我们的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账号管理 账号管理 当然我们最近讲的都是用的admin 基本上我讲的都是用我的命 那么我们来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创建一些其他权限 管理员角色 这是他内建的几个角色 行对这几个是可以编辑的角色 他还有两个角色是不可以编辑的 也不显示到这个地方 那就是super user和device administrator 这两个是可以认为是类似的超级选件 那么都不在这显示 除了这个super user和device administrator 这个两个以外其他的你可以在这编辑也可以创建属于你自己的 OK 那好 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试一下 我会做一个叫no commit user这么一个角色 其实这个权限 这并不是一个用户 这个权限你可以控制一下 就是不影响其他commit OK 你看他会介绍他在这个UI下面的一些权限 比如说commit 我们就不给他 OK 然后比如说在REST API 这个REST API 我有时间给你们做一做 因为我有时间给你们做一下这个REST API 我也想感受一下他的东西 而且号森有一个安全哥们 他说其实PALOTO跟E2K的机程也很好 你有时间我也给你们做一做E2K的机程 然后命令行的权限 没有命令行权限 OK 那你可以做 这是一个权限 这个咱们 咱们做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 还有一个叫password的 password的 password的profire 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passwordprofire 也叫做这个名字吧 比如说这个修改密码周期 然后还有多少天到期告警 然后呢过期之后允许登录多少次 过期之后多少天内可以允许你登录 就账号都过去了 还是有几次或者几天的时间 可以让你用老的账号登录 但是登进来之后呢就必须让你改密码了 好这个no commit user这个权限 我们也做了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管理员 你看这就是我们一直用的这个 那里面是super user 什么东西干的 好我们可以no commit user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他来一个password的 好这就是他的权限 比如说我们 我没有commit应该是 先把这个commit了 动态是类似的 动态是类似的这个 roll-based的是创建的 好我们刚才再看看啊 应该不需要commit no commit user 这个里面管就是保持就是默认的就是内部用户 好用dynamic 其实就是类似的权限 类似的 然后呢用roll-based就是我们创建的那个 这个权限不能commit 这个刚才我们做的密码策略 我们的权限 我们的密码策略 密码用户名 提交 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注销 在这儿注销 其实有时候他东西藏的还是比较隐蔽的 所以发现进去之后呢 它其实就是没有这个commit的这个这个权限没有这个选项 但是我们的引草拌 可以影响 你创建完以后好像没有提交了 诶 要不为什么我能进得来呢 不需要 看看啊 我再重新来 没有提交 刚才没有穿现张二王 多少 这个切的现在这个版本真的有点慢 我觉得真的点受不了 我看看啊 在 设备 我先提交吧 我来确认一下这个东西是 角色 这个 确实没有 管理员 这个应该没问题 我们再试试 这儿主小 其实这个字很小很小啊 好 你看孩子有 这个密码密码 我试试改个东西吧 改应该还是可以让我改的 确实是对确实不行 这没有这个按键 虽然说不是灰的 但是其实你根本提交不了 是吧 这个没有这个 虽然说有这个按钮 但是进来你提交 确实没有 确实没有 但是以前我看的是灰的 我也今天看的是灰的 好 不管这个了 反正确实是提交不了 我们继续出来 我们继续用我的命径来 好 再看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其他厂商好像也没怎么见到过这个功能 就是比如说你在做配置的时候 有可能别人也在做配置 你在改的时候 可能别人也在改 那这个时候有个好处就是可以你家里作为管理员 你可以把配置给锁住 就是不允许别人改 只允许我只有管理员能改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改完之后可以把它释放这个锁 可以对配置进行锁住 你看就这个地方 就这个位置 你可以去做一个锁 下面一个说明 OK 好相对于呢 这就被锁住了 那管理员加的锁 那其他人都打不开 其他人现在只能看 只有等管理员把这个事儿忙完 他在解锁了之后才能够允许配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对配置加锁 管理员加了 那其他人就解不了 等管理员忙完才能够解锁 这是一个 然后呢管理员怎么改密码 管理员呢有没有这个可以看一下还有这个相应的密码策略 这相应的密码策略 可以最小长度啊 最这个大写小写之类的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OK比如说阻止什么用户名出现呢 反向的用户名出现呢 保存多个老密码这些可以在这说 这是相应的密码策略 直接在这就可以配置了 虽然有些东西 他是感觉既可以在这看 然后那一点呢 他会弹出来 又可以让你改 他这个这种设计风格还是比较特殊的 好最后呢 那我们再看一下怎么轻空配置 用这个request assistant private date reset 就轻空了 如果说你忘记了这个密码 你要重置密码 那其实没有办法有效重置密码 你只能轻空所有配置 比如说呢 你这个时候你只要我能够物理接触到那个设备 或者说你能够访问这个设备的康作口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输入用户名叫这个重置到出厂 然后呢输入这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设备的序列号 物理机啊 能物理机上面贴的这个设备的序列号 也可以输入他的序列号 然后用名用名字他 然后回车 那配置也会被清掉 OK 如果说你能进来用这个 如果进来用这个 来清空配置 OK 恢复到出厂 这个恢复到出厂就是ghcp了 今天我们就从ghcp开始的 OK OV部署的话其实是19681.1的 还记得吧 好 这是一些简单的系统管理 我们从完全一个空配 然后呢到能够管理 然后呢做些系统的简单修改 然后呢对配置进行介绍 帮用candidate 帮用running帮用save的 然后怎么去commit 怎么是save 然后怎么convert 怎么也讲了 然后授权 我们还讲了这个管理员角色 OK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 咱们就讲到这 我们休息十分钟 然后回来讲第三部分 今天第三部分的东西 还稍微多一些 就是防火墙的几个公众模式 versarial 二层 三层 虚理流入器 这些东西 会在第三部分 我们来介绍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好 好 谢谢 谢谢